第九十一期 十分壮观 这种神奇的驼车 绝名叫做自行模块化运球车 这玩意儿可是真的黑科技产品 无论是重达九百吨的钢筋混凝土桥梁模块 还是船舶制造中重达数千吨的潜艇 军舰 甚至重达上万吨的海洋钻机停台 一车都能搞定 据说国内标准载重三十吨以上的货车 通常能拉一百吨 至于这五万吨载重的家伙 那啥可以算算 这是什么概念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能见到的那种拉拔绝机的大型拖挂车 一车顶多装载一百吨的货物 有的地方还规定 超过五十五吨的货车 禁止进入高速公路 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种自行模块化运球车 光是轴就有上百吨 运载能力超过一千吨 是世界上最大吨位平板车 全球产量不足千台 还只有德国中国能够制造 这种拖车可不是超大载重的叠加 它包含的可是最尖端的科技 每台车的先引部分有八台发动机 由电子计算机操纵 通过传输器能够反映每一瞬间 汽车重心移动和道路的特点 可以四十五度往前 甚至一百八十度原地旋转跳舞 硬背精度达到毫米级 还可以串联定年多车使用 为玩儿就是这么人性 以前这种高清楚玩意儿 只有德国索埃勒 德国戈德浩夫 德国克马德等几家厂商能制造出来 近些年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发展迅猛 出现众多厂商 主要包括苏州大邦 航天万山 武汉天洁 上海太腾 目前全球模块化运输车 年产量约近千台 中国占了一半 2006年12月9日 我国首胎2500吨级 自行模块化运输车 在苏州大邦 各种车辆流行公司 交错使用 全车长73.2米 宽8.125米 高1米 自重462吨 最大载重能力达到2500吨 完全可以装载 海军的一艘江卫迪护卫舰 该车安装了880个车轮 近轮胎价格就达到上百万元 大家不要小看 这种庞然大物的作用 美国人建造布什号航空母舰时 将4.7万吨的舰体 分成161个模块 其中最大的舰手部模块 重722吨 舰导重65吨 航母模块在车间建造好后 再用自行模块化运输车 运到船屋 用900吨龙门钓进行组装 未来我国航母制造时 国产自行模块化运输车 也将发挥极大 换口